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品牌logo的强势之弱 让小编我深深体会到了剧组的无力感和挫败感 小编只想说 亲 没事的 该拍穿越剧吧 穿帮三 在第五集中 当明朗和江百合一起去江市集团的仓库寻找试过线索时 我们看到被烧毁的仓库外墙是这样的 可当随后离天的车子开到 仓库的外墙瞬间大变样了 这显然是该剧的后期特效作漏了效果呀 导演糟吗 在第五集中 当离天拨打明朗手机时 手机上显示的日期是10月27号星期日 为此小编还特意查了一下阅历 找到这一天是在2013年 可随着故事推进 在之后的第七集中 离天给赵前孙开出的支票 显示日期却是2013年的6月5号 从10月27号到6月5号 让我们领略了导演倒着拍片的功力 在第十一集中 宁夏手拿酒瓶 醉酒着去公司找明朗表白 看这时 他手中酒瓶里的液体是透明的 可随后宁夏发飙 向地上砸碎了酒瓶之后 这时看地毯上的液体颜色 却是红色的 这说明 之前酒瓶里装的应该是水 之后剧组才舍得撒上些红酒 嘿 这不都是为了节约吗 传邦六 还是在第十一集中 还是在之前宁夏发飙的场景中 宁夏砸碎酒瓶后 捡了酒瓶玻璃 想要当场自杀给明朗看 这时 看他右手 是攥着完好的瓶颈部分 丝毫没有被割伤的风险 随后 被明朗强硬扔去那段酒瓶坐下后 就紧接着看到了一个右手滴血的镜头 转得甚是突然呢 小编我好想知道 这血是怎么来的 麻烦导演 给来个慢镜头特写吧 传邦七 在第十二集中 宁夏准备上车时 迎面一辆小车直冲而来 宁夏顺势一个后滚翻动作躲避 看这时在翻滚中的宁夏 哎 怎么大变样了 哦 原来是替身一枚啊 传邦八 在第二十五集中 百合手机显示一串未知的手机号码 接通后 电话那头原来是明朗 而且是用公用固定电话打的 没想到明朗兄 可以用固定电话打出手机号码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 那些没有手机 却又喜欢装逼的同学们 可以向他好好请教请教哦 本剧很长时间 是围绕着红仪 找两位亲生女儿的线索展开的 两位女儿的左右肩膀上 分别有十字形伤疤可供辨认 在剧中 小女儿江百合的十字形伤疤是这样的 可大女儿宁夏的十字形伤疤 却是这样的 不对啊 这哪里是伤疤 这明明就是纹身嘛 而且这两个记号 你这是拿这把剪刀扎打的是不是 明明都是来自他老爸的同一把剪刀啊 为何差距就这么大呢 这老爸也太偏心了吧 传帮石 最后还是按照惯例 来个贯穿全剧的传帮吧 剧中的角色 无论是江百合 宁夏还是明朗妈 或者是房产中介 在接打手机电话时 总是黑屏啊黑屏 哈 好一个省电省钱模式大启动啊 莫了呢 小编我最想吐槽的就是 这真是一部 无论从故事情节还是演员表演 都很俗套老套 无亮点的烂片 浪费了小编的无尽青春 只为让川帮奉献世人呢 好了 欧子爱找刺儿 让我们下期再会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